办案民警调查了解到 小丁家长殴打四名学生的案件 是由之前小丁被打一事引发的 这回被打的四名学生中 三名之前殴打过小丁 另外一名是被误伤的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被打学生之一小陈 说出了之前他们和小丁打架的事 之前打过仗 跟谁打过仗 我们跟他打过仗 你们几个人跟他打过仗 六个 六个人 他呢 对方呢 什么对方 对方一个人 你们六个人打他一个 嗯 为什么呀 就因为点事儿吧 小陈说 他们六个同学和小丁打架发生在四月六号 那次打架导致小丁左耳创伤性骨膜穿孔 至于打架的原因 小陈和另外几名同学都不愿意多说 事后小陈的家长和另外几名家长 曾到小丁家协商此事 他发生的时候 双方孩子回家都没说 完了对方那孩子呢 就是两天以后就觉得耳朵疼 完了去看 然后家长知道了 只能让家长给我们打个电话 打完电话 但是孩子承认孩子有错了 并管对错 给你打坏了 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几名家长都说 事后他们跟小丁的家人沟通过 并且沟通的不错 既然如此 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呢 经过认真调查 办案民警发现 事发当天下午 小丁的奶奶接到了老师发来的微信 收到信息后 小丁的家人坐不住了 经调查案发前 小丁的班主老师给小丁的奶奶发微信 第一条是晚上放学来接小丁 奶奶回复 是的 第二条是内容是在校门口 第三条是这几天注意安全 小丁奶奶回复 好的谢谢 小丁的奶奶接到微信后 和他爷爷 还有小丁的父亲 才赶到学校 老师的善意提醒 是希望别再发生类似打架事件 可小丁的父亲一时冲动 叫上家人和同事做了糊涂事 当时你去的时候 是不是带着这个 你把刀的 嗯 对 谁带的 我带的 那你打人的时候用刀的 用了 用刀的什么地方 刀罢了 为什么带着刀去 因为当时吧 就怕那个学生再找 再就是说聚集别人 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事后 小丁的家人意识到了错误 小丁的父亲说 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对这些孩子动手呢 是我的错 毕竟咱说的 不应该说意识冲动 对这些孩子呢 那个动手 咱说有什么事 还是说 经过那个派手 另外四名被打学生的家长 也表示 事情发生后 他们没有经过核实 就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 夸大打人者人数 这种行为也很不妥 这个人数这方面呢 我就说 因为我没经过核实 就发不去了 因此案 是 殴打卫生间人 持谢 聚众 我所会严肃 从众 处理此案 我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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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